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世青总说,我是世青 今天呢,要跟大家讲的呢,是电影的心得 那我终于去看了上个礼拜吧,上映的国片 茶无齿心,就是由张军宁 阮今天所主演的一部悬疑惊悚片 我觉得呢,这个是台湾很难得有主流的商业电影 会以外籍移工为叙事主体,然后发想这整个故事 那最近当然还有八尺门的辩护人、九枪 一些影集啊,纪录片,然后是讲关于 陶役移工或是外籍移工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看看 了解一下这个群体,可能会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 那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最特殊的元素 就是有把这个移工放进去 那移工放进去里面呢,你们就会发现 很多在这个叙事当中就讲了很多移工的困境 例如他劳动条件,还有非法仲介 逃医后一些就医问题啊 还有他们可能会去犯罪 或是他们可能被犯罪 那这些问题其实 应该说他已经生活在我们生活走到很久了 但台湾人一般就选择性忽略吧 我觉得,就觉得不重要 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多 但其实台湾光营工就已经有九十几万人了耶 所以真的不是一个少数群体 只是台湾的报道还有媒体很少提及这件事 有点是选择性忽略报道这件事情 除非有一些刑事案件啊 或是跟政治相关才有可能会被报道到 那像是他们有一些移工文学奖啊 或是他们做了什么好事 基本上媒体根本不会关注 根本也不会关注他们的生活 或是台湾的法律 对他们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还有他们一些不公平的待遇 其实基本上都不会讲 但不会讲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嘛 像是台湾有非常多移工 你们去火蒸炭附近可能就会看到 在做着一些台湾人不想做的事情 像是营建的移工啊 家务的移工还有制造的移工 那最近我们家呢 也开始有请移工来帮忙照顾奶奶 当然移工通常是有点问题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更可以 去了解这个群体的一个好的方式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 怎么会有主流商业片 把移工描写得那么透彻 那我就一句看了他们的导演是谁 啊 曾英婷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听过曾英婷吗 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 他是拍用酒干妈这样的导演嘛 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是因为那时候我们教授 他刚好也开始请了移工 然后他就开始关注这个议题 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短片 叫做高山上的茶园吧 就是由这个曾英婷导演所知道的 就是在关注陶役移工的故事 然后他就觉得很有趣 所以他就希望我们可以去邀请他来 为我们戏做演讲 所以我就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没想到后来他就是越来越成功 拍了很多商业剧啊 商业大片 结果现在连电影都一起拍了 然后我那时候还很担心 就是他是拍短片的导演 然后又去拍了电视剧 那第一次指导这种电影长片 会不会很怪 或是你知道有些人一转换 就差非常非常的多 但没想到我觉得这部片还是非常非常优秀 就是蛮推荐大家去看的 那曾英婷导演把这个他很熟知的移工议题 放入这部片中 就是我觉得最特殊的地方 因为大家后面看完 就会发现他很多破案的困境啊 找不到证据啊 或是线索突然消失等等 都是因为他是外籍移工 而且人找起来又很难 尤其他们是逃逸移工 就逃逸移工本来就每天就在躲 警察啊怎么可能让你找到 所以他们要找到一些死者的相关性 就会非常非常困难 很多人会说 这可能就是明明就在讲一个悬疑的刑事事件 为什么要讲那么多移工 但我觉得这部片他就是 重点是在移工 不是在那个悬疑事件 因为他后来有透过一个关键角色 讲出一句话 我就是在赌 赌没有人会在乎这些外劳 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点破这部电影的重心 所以我才特别想要聊这个部分 导演厉害的地方 就是把这些移工的困境 就非常巧妙的融入到剧情之中 这些困境呢 就透过案件侦查的过程中 把它描绘出来 让观众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 多一些对于这些移工的认识 那我觉得光是认识这些移工的困境 跟理解他们有这些不如意的地方 还有他们不是你想象中 他们不这么做 而是他们真的有很多的难处 这就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那当然我觉得还有一个点 就是他让这些实力派演员 有人气的艺人可以了解这个议题 然后变得更加关注这个议题 会为这个族群发声 我觉得这比很多政策宣导更有用一点 至少他的粉丝呢 也发现这件事情 然后认知到这个群体 是需要被大家关注的 最最最底线来说 他至少不会在媒体 在询问这个议题的时候 发出一些荒唐的言论 就不像某些主持人之类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件事也很厉害 虽然这部片被分为惊悚悬疑片 但我个人认为只有 一开头的前五分钟吧 才有那种惊悚 想要吓你的感觉 到后面破案的过程 然后找受害人 或找家害人的途中 他并没有特别营造那种恐怖的感觉 基本上我对于这件事 我是蛮喜欢的 因为这次我看这部电影 就是我整个包场 整个电影院走我一个人 然后一开始前五分钟 我好像说完蛋了 我后面应该不敢看 眼睛都会闭起来 但没有啊 后来在破案的过程中 带入了很多困境 难题 人性的层面 而不是想要吓你 那我个人蛮喜欢的 可是他就会有点 跟是所谓的 金手权影片 没有特别的扣合 后来看报导 发现导演是想要说的 故事是 每个人的伤痛 然后互相理解故事 也就是说很多人的坏 或是好 或是一些做出行为来说 他都是有自己的原因 然后希望大家互相理解 所以他到后面 可能才没有营造 这种所谓的惊悚感吧 再来就是我觉得 他们最后大boss 那个凶手出来的时候 那个凶手并没有 把那种心理变态的感觉 演出来 他还是原本那样的 当然心理变态有很多种 可是我觉得 如果你要更强调 那个恐惧感的话 这个心理变态的感觉 可能要演出来 他有一种过于柔和的感觉 当然我觉得 可能是那个凶手 他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他可能还是想要有爱 然后他是需要爱的感觉 所以他才演得比较柔和 但是我觉得 他如果再更偏执一点 或是表情再更猙獰一点 或是对于他的呈现 再更满意一点 会更有冲击力 然后我那时候 有看到一些影评有说 因为茶无齿心 在去年的金马银展 就已经播过一次了 我那时候以为 他很快就要上映 所以我就很快的 就关注了他们的脸书 没想到他到今年 现在都已经九月了 都怪他过今年的金马奖 他才上映 他们有说 去年的金马银展 跟今年院线版 差了大概三十分钟 好像那个三十分钟 会特别描述 阮今天饰演的那个角色 为什么他最后大崩溃 那场戏会那么痛 然后我先看到这影片 我想说 不会吧 他应该还是会铺陈 但其实看完这部电影的时候 在阮今天 他的表现 他很痛 很舍不得 然后很崩溃的状况 他表现得非常好 但为什么他要那么痛 这个动机 其实我没有那么get的到 然后我就想起了这个影评 我就觉得 哦 有可能是他剪掉的那三十分钟 是有更深刻描述 他为什么那么痛 当然他演的那个角色 痛是一定痛 但是他表现的真的很痛苦 就是你会很感同身受 可是我没有那个动机 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他到底 那么痛苦要干嘛 但必须说 那段戏阮今天演的 真的非常好 再来演员的部分呢 就是我刚刚有讲过的 阮今天啊 然后里面还有士林 陈为民啊 永安顺等等 都表现得很优秀 阮今天在里面呢 需要讲很多泰文 最近我学了一点泰文嘛 然后刚从泰国回来 所以就发现 哇 他虽然可能没有讲得那么道地 但是你就知道 他那个泰文是讲的是正确的 他泰文台词有够多耶 一开始我听的时候 我想说可能就是麦啊 或是尤南啊 就是那种比较简单的 但没有 他后来讲很长串的泰文 这部分我觉得很值得加赏 然后他里面找了很多 泰国演员啊 来演戏 然后这些泰国演员 都演得非常入戏 就是演得非常好 你不会突然觉得 好像他是被抓来演戏 没有 他里面都非常深沉的 融入角色里面 那当然 陈维明在里面演的角色 也非常符合他的形象 就是一个铁汉的形象 不过他又融入了 景观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比较想提的 可能是张军宁吧 我觉得他在这里演的 比《气魂》的时候好很多 就是更融入在剧情里面 在情绪表达上啊 因为他是演一个 失去丈夫 每天陷入自责 然后每天只能睡在车上 很憔悴 每天都有寻食念头的一个人 那他在这种情绪表达 还有角色塑造 那种悲痛感 我觉得我是有被传送到的 我觉得他表现得很棒 但是呢 他的台词 还是原本的那个问题 他不管是演中国剧 台湾剧 他台词都有一种 超出这个剧之外的感觉 有点像旁白 可是他又是很顺口的念出来 但这出的跳脱感 又比《气魂》再少一点 但是还是有时候 你会觉得很跳脱 但我觉得可能我比较能接受 张军令在这部戏的台词问题 是因为他有个对比柱 就是向杰鲁 向杰鲁从到尾他讲的话 就是在出戏 就是离开这出戏的感觉 你就觉得一片灰暗当中 大家都很痛苦 然后有一块灯在那边讲话 还有很开心的语气在讲话 我觉得很奇怪 他到底有没有在融入这个角色 当然你跟我说 那个角色 本来就是这群演员里面 相对活泼的那一个 好 这个我可以接受 可是他讲话的频率 就好像跟其他人 不在同一个条线上面 他很像在maybe180 然后其他人可能在负200 就是完全找不到别人 就会有点可惜啦 不过整体演员的表现 都还算是平稳 自然 然后会让人家带入情绪 所以我觉得还算不错 总体来说 《茶屋子星》算是一个水准之上的作品 他不管剧情啊 演员配乐 还有气氛的营造 都非常不错 但我觉得更值得称赞的就是 《茶屋子星》这部电影 把逃逸移工 这个明明生活在我们周遭 但被我们或是被这个社会 刻意忽略的议题 用这种主流商业片的方式 带进观众的事业里面 虽然他很可惜 没有深入的探讨 但是我觉得光让大家意识到 这件事情就已经是很伟大了 那也期待后面呢 会有更多台湾的电影跟影集 可以描绘 移工的生活 甚至进而不探讨这个复杂的议题 然后可以让台湾的一些政策 做一些改变 以此来改善这些移工的生活 然后让他们生活可以更顺利 更没有障碍 那这就是我对于《茶屋子星》 这部电影的心得啦 如果有任何想回应的呢 都可以在留言区跟我分享 那我有开通小额赞助的连结 如果大家有兴趣 资助我继续看电影 跟大家分享心得的话 就可以按那个连结 给我一点小小的支持哦 那我们下集见 拜拜